够健康啊,很多人为了降胆固醇会选择吃高鲜食品 但市面上有很多标榜高鲜的食品 其实膳食纤维的含量都不足 达不到降胆固醇的效果 因此营养师特别告诉大家 如果要降胆固醇的话 除了要懂得挑选正确的纤维食品之外 还要注意每100大卡必须含3公克的膳食纤维 才是真正的高鲜 现在上班族工作压力大 工时长饮食也变得不正常 有调查发现六成二的疲劳上班族 在外工作超过10小时 三餐几乎都在素食店超商快餐店解决 多油多肉重口味的情况下 引发严重的肥胖及代谢问题 甚至还发现疲劳上班族中 每两人就有一人胆固醇严重超标 色情中风影响程度最大就是胆固醇 医师指出胆固醇过高 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通病 而且尽管有约四分之一的上班族 愿意多吃高些食物 协助身体排除胆固醇 但却往往吃错食物或吃不足量 代谢胆固醇最好的方法就是 要设施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的东西的话 一般就是像水果里面 像是苹果还有白辣 它燕麦那里面 它也是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有的蔬菜里面 它的膳食纤维是属于粗纤维那种 它不是水溶性的 但它对于这样胆固醇来讲的话 就没有那个效果在 营养师也呼吁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商品 声称富含膳食纤维 但其实很多纤维成分都偏低 民众在挑选高纤食品时 除了要找有健康食品认证标章 每100大卡中 还必须要含3公克以上的膳食纤维 才是真正的高纤 也才能达到代谢胆固醇 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效果 我们下期见